各位好 这里是传奇中国 大威培宁从现在开始看中国 1940年的一天 国民党军统头子戴利 在他重庆的办公室接到消息 他亲自派遣前往延安的一个潜伏特务小组 刚刚进解放区就被抓了活口 国民党破坏陕甘年边区 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罪证 又一次落到了共产党人的手里 对于娇横的戴老板来说 这个消息无疑给了他一个重重的耳光 戴利百思不得其解 人是他亲自委派的 没有通过情报处 电台是他亲自部署的 没有通过通讯处 共产党怎么会知道的呢 难道是身边有了奸细 这么绝密的消息 究竟是谁泄露的呢 思前想后 戴利给胡宗南发了一封电报 电报一城普通电文是这样的 我亲自派遣一个潜伏小组 一行三人携带小型电台 要通过贵房区进入闪甘明边区 请设法掩护并协助进行 戴利没有想到问题恰恰就出在这封绝密电报上 那么共产党人是如何截获到这封密报的呢 是什么人通过什么方式截获的呢 他叫张卫林 1916年10月 他出生在江苏无锡一个世身家庭 1936年秋 他靠进了上海三级无线电学校 后来被转往杭州无线电训练班第八期受训 半年后 他被分配到军统南京无线电总台 后来张卫林被调到重庆 在卫戍司令部机查处监察科工作 在这里 他看到国民党大后方和军统特务机关内部的种种黑幕 由此他感到非常失望 此时他的思想已经倾向于革命 1939年八月的一天 一个身着便服的年轻人来到曾家严五十号州公馆 直言要求面见周恩来 他就是张卫林 自称是军统电训总台的工作人员 并要求加入共产党 因为中共南方局不清楚张卫林的身份 因此并没有同意他的要求 过了两天 张卫林又来到了州公馆 还带来了军统电训总台领班 报复副主任冯传庆 为了表示诚意 两个人陆续提供了军统电台内的一些机密情报 甚至通讯密码 经过认真考察 时任中共南方局军事组组长的叶剑英决定 亲自介绍他们入党 冯传庆和张卫林两个被曾锡胜他们发展为特别党员以后 就是由他们两个直接向南方局送 那个曾建言送情报 国民党军统电训总台设在重庆两路口浮屠关下的一碍瓷 是个由美国原件的现代化电训中心 从这里发出的电训指挥着在海内外 事关系把这些电台全部把它疏忽掉 就不让它进入黑名单里边 这是一个第二个 由于张卫林他管电训侦测工作 那么国民党哪些电台 他也提供给我们党 拨长信号 这样我们在收发报的时候 避开他的拨长信号 18岁他成为进入国民党电台的工作人员 潜伏在代理身边获取重要情报 19岁他被捕入狱 5年的监狱酷刑后 24岁他被密 那接下行李来就这样就开始 1939年秋 中央组织部派黎林利用他的亲戚关系 做川军的统战工作 为此黎林来到重庆办理手续 张主平在39年底到重庆来 转关系到成都去 做上城统战工作 因为他家里边的一个 养父是国民党的一个师长 但是一到了蓝风局来的以后 叶剑英就觉得 这个人政府和他物色的 一个情报工作的需要 叶剑英立即让黎林改名唤姓 做地下工作 他的新资料是张璐萍 18岁上海人 刚刚读完高中 从宜昌来重庆找他的哥哥张卫林 这个叶剑英要求他说您先不要到成都去 现在重庆执行一项任务 第一个任务就是你上街 把大街小巷都收起 然后重庆市的所有的服装你都买 化妆品你都买 把自己打扮的珠光宝剂 打扮得像一个阔 这个阔家的一个小姐 这张卫平很不理解说你现在这么办 所以第二天南方局的同志陪他上街逛街到处看 然后他都买了很多东西 然后第二天又去买了很多东西 那么我们现在所保存的这门化妆盒 这个戒指就是当时他做地下情报工作 来掩护自己身份所需要的 1939年11月 在重庆朝天门码头上 18岁的张卫平身穿蓝色旗袍 围着白色纱巾 手指上戴着这一枚红宝石戒指 这身惹眼的打扮实际上是一个街头的暗号 原本组织打算安排张卫平和张卫林秘密见面 之后再演绎出兄妹相遇的戏码 但是由于特务一直密切监视周公馆 这个秘密会面不得不取消了 无奈之下张卫平只好约定见面以暗号相认 他决定身穿蓝色旗袍和白色纱巾 并以红宝石戒指为暗号 到达重庆后 张卫林在嘉陵江边租住了一间小屋 安顿张卫平住下 实际上这间小屋就成为八路军办事处和军统电台之间的联络站 18岁的张卫平从此开始了他的特工生涯 张卫林是上海人 家境富裕 为了让张卫平看起来更像是一个从上海来的小姐 组织上要求他打扮得更时尚一些 于是在重庆的军统电台总部 人们经常看到一位头戴法兰西绒帽 身穿咖啡连衣裙 脚登高跟鞋的年轻女性 他时常出入军统局电讯总部 有事找他的哥哥张卫林 正是通过这样的关系 军统电讯总台的机构人员配置表 通讯网分布情况 电台的呼号 波长和密码 都相继传递到了重庆八路军办事处 在截获国民党重要情报外 张卫平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 就是在军统内部发展党员 通过聚会 通过交游 通过看电影 对他们所提出可以发展为党员人员 进行考察 那么在特殊情况下 批准张卫平直接到重庆来的以后 是执行这个特殊任务 所以说经常是出入各种深色场所 化妆舞会 酒吧 夜总会 电影院 那么经常出去的时候 要么从冯川记 要么从阳光 要么从张力 赵立根 要么是这七个人一块出去 1940年春天 张卫平在延安认识的一位女同学到重庆看病 这位女同学看见张卫平晚着一位年轻英俊的国民党军官 她非常吃惊 因为仅仅一年多以前 她才吃过张卫平的喜糖 而眼前的这位国民党军官绝对不是和张卫平结婚的那个人 所以说后来这一端就回到延安区以后 也形成了一些风源风雨 所以离年到这个国总区以后 变哪 这个和国民党军官在一起 是叛徒了 在延安的李清一直苦苦等待妻子的消息 当他终于从那位女同学口中得到妻子的消息 却是情张卫平 带来了周恩来和叶剑英的口头嘉奖 因为这两个年轻人传递出来的情报 是延安及时发现 并捕获了秘密潜入的军统电台小组 然而情报工作任务越成功 处境就会越危险 1940年1月的一天 张卫平读到了一则截获的密电 电报是发往昆明警备司令部的 里面列出了几乎所有昆明市地下党领导成员的名单 戴利要求立即对这些人实施抓捕 张卫平意识到事件的严重性 立即转交给了中共南方局 昆明搜捕行动的再次扑空 让戴利心底打了一个冷战 问题很有可能出在自己的电台内部 很快冯传庆接到了电讯处的命令 让他追查其下属人员是否存在泄密行为 并立即更改所有现有密码 军统内部的大盘查开始了 第二天张卫平亲自到联络站通报了这一消息 雷英夫等立即决定 通知各成员暂停一切情报收集和传送工作 确保自身安全 1940年的春天 张卫平得到了一次难得的回家探亲的机会 在成都的家里 张卫平恢复了真实的身份 川军师长余安明的女儿余慧玲 黎玲也只是她投奔延安后起的名字 在家里逗留了两天 她忽然接到张卫玲发来的电报 内容是自己病倒 盼望她急速返回 为了保险起见 张卫平往八路军办事处发密电 通告了自己的近况 但没能等到办事处的反馈 她便匆忙地踏上了开往重庆的班车 她哪里知道 通往重庆的将是一条不归之路 1940年3月 张卫林由于工作不慎 烧坏了一部收发暴击的真空馆 一时间心慌的张卫林 直接来到周公馆汇报此事 周公馆同事仔细分析了情况 认为不管怎么说 烧坏真空馆只是工作失误 如果因此逃跑则更容易引起怀疑 所以要求她立即返回军统电台 就在张卫林回去的过程当中 这个军统训道处的处长叶祥之 这个来查岗 一查岗发现人不在 极其又处于非工作状态 说这怎么回事 是不是人病呢 或者是有什么问题 就到电台后面的 这个他们的宿舍里边去找她 张卫林的家就是潜伏小组的秘密联络站 军统的人在张卫林的住所 搜出了她介绍逢传庆等六人入党的文件 和共产党的宣传品 戴笠听到这一消息后大惊大怒 立刻亲自审讯 同时把可疑人员全部抓了起来 毫不知情的张卫林一露面 马上被逮捕了 除此之外 赵立庚 杨光 陈国柱 王熙珍四人 也先后被捕 酷刑逼供下张卫平被供了出来 在一个审讯的时候 这个有一个叫安文元的人 是刚刚发展为组织党员 不到两个月 这个人在这个威逼之下 对不对 一想要受刑一想 这个很老火 都承认了说我们几个人是一个支部 是一个地下党组织 然后领导我们人是张卫平 此时张卫平正在成都探亲 敌人盗用张卫林之名 给他发了电报 鬼称哥病重 媚素回 他接到电报后 用暗语向南方局报告了这一情况 然后动身 南方局收到他的电报后 已经无法阻止他返回重庆了 当中共南方局的同志赶到车站 试图营救被假电报召回的张卫平时 发现周围已经布满了特务 张卫平一下车就遭到了逮捕 至此潜伏在军统心脏的红色电台小组 彻底覆灭 这就是当年震惊国民党朝野的军统电台案 蒋介石得知此案后 对戴利大发雷霆 戴利亲自审讯电台小组的成员 希望获得有力的口供 但张卫平一口咬定 自己逃婚去延安 怕苦回重庆 准备考大学 怒狱张卫林 两人紧相恋 其余一概不清 一个不满19岁的女孩 在多次残酷刑讯后 始终如一地供述 让现场的人也一时摸不清真假 说张卫平在这方面 可以说在审讯方面是 做到了滴水不漏 该承认的东西 公开给承认 我就是就得回成都 就得回家 我去过延安 生活太苦受不了 说到后来跑回重庆 回家里边来以后 这个认识了张卫林 跟张卫林觉得感情很好 对共产党特军统电台 特别支部 以及搜集情报事情 张卫平是一开不认 他并没有把张卫平直接关进监狱 而是把他送到州公馆附近 一逮捕他以后 就没有直接送监狱 首先把他送到 曾家严附近 让他来回来走 当张卫平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后来发现 这是通过他来放长线 钓大鱼 说张卫平干脆的闭上眼睛 根本就不看左右的任何人 也根本也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关押对这几个人来说的话 才是真正的考验开始 因为他们在习丰监狱 进去的时候 他们身份是国民党的军统特务 违己分子 特贤 而习丰监狱的所有的共产党人 对这几个军统电台的 国民党的军统的特贤 自然是不会感情上生活上 跟他们接近的 所以说 在玉中备受各种冷言风语 包括玉中同志们对他们的一种 白眼他们都忍受 六月下旬 代理由重庆发来密电 将张路平等七人就地处决 报局备案 1945年7月14日上午 张路平等人被通知取回行李 说要放到他们 由专车送他们回重庆 张路平回到牢房 平静地换上了连衣裙 戴上了手镯和戒指 张路平 张卫林 冯传庆等电台小组七人 被戴上了服装仓库所在的快活领 狱警让他们将服装搬运到车上 一起送往重庆 就带着他们几个往一个 要快活领的地方走 上周这个小坡地往那边走 几个往上面走了以后 找他们想这上面前面 有什么地方可休息的 对不对 那么后面所跟的人都是一头 所以当时这七个人也知道 恐怕生命最后时刻到了 所以最后七个人就自觉地走到一起 一排往上面走 那么在走了不到几分钟的时候 后面的特务就开枪射击 在快活里 张路平和其他六位共产党员被执行枪决 张路平身中七弹 年仅24岁 由于张路平等七人从事的是绝密的情报工作 被捕入狱之后 也没有暴露真实的身份 因此在解放后 他领导的军统电台特职的事情 一直不为人们所知 1983年 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 中共贵州省西风县委 分别派出专人调查 当年很多幸存者 包括叶剑英 亲自给他们写证明材料 最后才还了张路平等七人的清白 张卫林等六人被追认为烈士 张路平被追认为一级革命烈士 近年来 谍战片大行其道 有些纯属虚构 有些则是根据真人真实 适当加工而成 影片《风声》上映之初 著名导演英达说过 风声算是向我的姑奶奶 致敬的片子吧 他坦言 在片场看着周迅演的顾小梦 总是不由自主地想起 他的姑奶奶英英 英英 原名英姐清 1916年生于北平 她身世显赫 父亲英脸之 是满洲正红奇人 曾创办大公报 及辅仁大学 母亲爱新觉罗 书仲 也是皇族 英达父亲英若成 是英英的侄子 英达因此称她为姑奶奶 英英的经历 确实与顾小梦极为相似 她平时活泼任性 经常出入各种社交场所 但在关键时刻 为了信仰不惜牺牲生命 最终谱写了谍报史上的 一段美丽的传奇 显为人知的是 在那个革命年代 和顾小梦一样 从事秘密情报工作的女性 并不少见 顾小梦的创作原型 除了英英还有其他几位女特工的人生经历 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滩 有一位叫黄木兰的奇女子 她出身名门 天生地质 在上海各界都颇有人满 1931年6月的一天下午 黄木兰和上海名律师陈志高 在东华咖啡馆会面 闲谈前的这个陈志高 恰好和一名叫曹炳生 在寻补房做事的好友聊天 多年后 黄木兰正要回忆当时的情景 陈志高问 最近寻补房里有什么新闻吗 曹炳生小声地说 有啊 南京国民政府派人来抓了一个共产党的头头 湖北人60岁左右 香一口鸡牙 九糟鼻子 只有九个手指头 是悬赏了十万块钱才抓获的 我用茶匙搅拌着咖啡 装作一副对这种事莫不关心的样子 接着曹炳生又说 这个家伙真不中用 一坐上电影就吃不消 招供了 曹炳生的这番话 让黄木兰心中一震 这个人究竟是谁呢 黄木兰 原名黄张定 湖南流洋人 其父黄尹初曾是戊虚六君子之一 谭四同的好友 黄木兰毕业于长沙中南女校 早年参与新文化运动 后来于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并将名字改为木兰 取杨木花木兰之意 黄木兰412反革命政变后 被中共中央调入上海的中央机关 任机要秘书 黄木兰的第一次婚姻 因家庭包办而破裂 1926年年仅19岁的她 在武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并担任汉口市党部的妇女部部长 组织过庆祝三八妇女节的大游行 1927年 黄木兰奉命赴江西南昌 转入地下工作 任中共江西省委秘书兼机要交通员 在江西她认识了婉西岩 汉口民国日报的主编 也是中央军委机要处主任秘书 他们俩一起在武汉参加革命 后来又一起去江西从事地下工作 1927年三八节这一天 黄木兰 婉西岩 由董碧武公开宣布结为夫妻 1927年汉口民国日报上面 刊登着这样一则启示 婉西岩 黄木兰启示 我俩因为志同道合结为革命伴侣 特此禁告朱亲友 我和西岩是1926年在武汉相识的 那时在民国日报社 她是总编辑 我是副刊编辑 在市党部 她是宣传部长 我是妇女部长 朝夕相见 彼此就从了解敬而相爱 西岩支持妇女争取自身独立的解放运动 但是反对妇女报独身主义 她鼓励我彻底摆脱包办婚姻的束缚 要在改造社会 解放全人类的过程当中 同时改造自己 创造新的幸福生活 这就是我们相爱而结婚的思想基础 1928年1月 黄木兰刚刚生下孩子才三天 丈夫被调往干西南 领导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 七个月后 传来了丈夫婉西岩牺牲的噩耗 猛然听到她牺牲的消息 我简直惊呆了 什么话都说不出来 虽然早就明白 要奋斗就会有牺牲的道理 但是事情突然降临到自己头上的时候 我怎么能承受 西岩牺牲时刚满26岁 这是我生平遭受的最严重的打击 在我的心底留下了永远难以抚平的创伤 这么一个年轻充满活力的生命就此消失了 她的音容笑貌和往日对我的关怀 时时在我心头闪现 1929年初 刚刚失去丈夫的黄木兰还来不及整理悲痛 她接到中央命令 秘密前往上海 任中央委员会基要秘书 成为中央特科成员 赴命前她强忍着泪水 把刚断奶的儿子送给晚西岩的父母抚养 然后只身一人来到上海 1931年5月 上海徐家会的一栋高档公寓里 住进了一位年轻貌美 衣着华丽的女子 她叫黄木兰 她自称是来上海找工作的 陈志高 浙江海宁人 上海滩鼎鼎有名的大律师 她是著名法学家沈君如的学生 陈先生的爸爸 是一个有名的法官 十八年人的法国 为费生公堂的一些 秦庭庭长 有个中山先生 同名会的老会员 就了上海 合广三个头老 那个小豆瘾是老三 张晓琳老二 黄金银老大 现在一个名呢 黄金银跑到上海来了 她在布房的时候都差长了 她看了 陈老太人 坐凳子坐 半屁屁股 恩公恩公 蒋家师也拜黄金银做学生了 那么你说 这个陈家的市民在上海怎么不大呢 哪里 那是哪里 那是什么 这不是学生的 那是什么 那是什么 没有 都没得到 那是什么 看了 那是什么 那是什么 我现在就在那边 叫你 那是你 那是什么 我现在就在那边 是什么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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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他万万没有想到 在不久后的一天 他竟成了周恩来的救命恩人 1931年6月的一天 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向中发 来到上海静安寺附近一家旅馆 他此行是来与同居女友杨秀珍告别的 此前中共中央特工首领顾顺章被捕叛变 导致与其相熟的中共中央领导一夜之间纷纷转移 向中发是顾顺章要捕捉的中共中央要人之一 顾顺章出事后他本来已经搬家 没想到顾顺章从杨秀珍先前的女佣嘴里套出了他新家的地址 为免遭不测 中共中央决定安排向中发立即离开上海 前往江西中央苏区 但向中发提出了一个要求 一篇文章记述到 临走前夕向中发无论如何要见杨秀珍一面 他说不见不走 当时向中发是总书记 那么分管中央军委以及政治保卫的周恩来呢 答应了他的请求 周恩来就说 见一面马上就走 不能在外过夜 以免有危险 没想到向中发这一去就再也没能回来 那么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向中发又名向中发 祖籍湖北 曾在汉阳兵工厂及汉阳造壁厂学徒 后在一家轮船公司做事 成为公运领袖 并于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国民党中统首脑徐恩曾 后来这样评价向中发在中共中央党内的腾打 国共分裂之后 共产党内部也引起了分裂 第一次清算了陈独秀 第二次又罢出了瞿秋白 这前后两任中共中央总书记都是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 于是第三任的共产党总书记便想改变花样 捧出一名真正无产阶级的人来做招牌 于是目不时钉的老船夫向中发便在这样的机遇下登上了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宝座 当时中共中央只是从依赖知识分子转向重用中发这样的工人干的 中共中央六大选出36名中央委员 工人出身的占了22个 向中发可以说是中共中央历史上唯一一位工人出身的总书记 然而自王明等一些流苏人员回国后 在共产国际远东局书记米夫的支持下 开始批评历三路线 李历三是为向中发在任时的中央宣传部长 向中发因此受到了牵连 他虽工人出身保住了总书记的位子 却从此精神消沉 也就在此时向中发与舞女出身的杨秀珍走到了一起 时任国民党调查科主任的徐恩曾回忆说 后来我们从另一个共产党的口中又知道 共产党为了这个舞女曾出了八千元的巨大代价 为了此事共产党内部还引起了许多牢骚 下级同志穷得连饭都吃不起 为什么上级拿出这许多钱来替向中发娶姨太太呢 悟顺章事件发生后 由于向中发的情妇杨秀珍被跟踪 周恩来把向中发临时安排住在自己家中 而杨秀珍则与人毕时的妻子陈宗英 一同住进静安寺附近的一家旅馆 向中发被安排前往江西苏区前 本答应周恩来去见杨秀珍一面就回 但见面后他却忘了自己的承诺 人毕时的妻子陈宗英后来这样回忆 向中发在一个晚上来到旅馆 来时说只待一会儿 但至夜里十二点 我去敲门催他走时 他说明早走 那天向中发在旅馆与杨秀珍缠绵了一夜 但这也是两人共度的最后一夜 1931年6月22日 向中发辞别杨秀珍离开旅馆后就出事了 多年后 作家叶永烈在《出没风波里》一书中这样记述 那是在22日上午九时 当向中发在上海市中心静安寺英商所办的 探乐汽车行叫出租车时 被密探牛捕 关入善中路巡捕房 向中发被捕之初不肯承认自己的身份 当船夫的时候嗜赌如命 有一次从赌场中输完了钱回来 发誓要戒赌 竟把自己左手无名指斩断一小节 以示决心 经他的指认 在一眼向中发的左手 果然无名指短了一小段 向中发被捕后 周恩来本打算立即组织营救 谁曾想指令还没来得及下达 向中发就已经叛变 国民党调查科主任徐恩曾这样回忆 向中发自首的经过 他被指认出来以后 所表现向敌人投诚的可怜向 比其他非无产阶级战士更精彩十倍 他先向我们表示他只是一个普通工人 他没有能力 在共产党内部担任的职务 实际上是一个傀儡 他甚至屈膝跪地向我们求情 要求免他一死 这一切的表现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 向中发自首后 首先供出了杨秀珍与陈宗英居住的旅馆 接着又供出中共中央机关主任张继恩夫妇 在戈登陆的藏身之处 陈宗英后来回忆 向中发被捕当天 我和杨秀珍也同时被捕 被押到巡捕房 我被捕当天见到向中发 见面时当着敌人道 向中发的同居女友杨秀珍 虽是舞女出身 也非中共中央党员 但在受审时 却没有承认向中发的中共党员身份 一致多年后 周恩来说 向中发的节操还不如一个舞女 玄曾后来这样回忆 他对杨秀珍的印象 在逮捕向中发时 尚捕到一个和他同居的妇女 问他关于共产党方面的一切问题 竟全然无所知 不久我们完全明白 他却与共产党无关系 他只是一个普通的舞女 缩性的是 由于周恩来及时得到向中发自首叛变的情报 中共中央机关并未造成太大损失 那么是谁这么快就把消息传递出来的呢 黄木兰认陈老太爷为干爹后 自然和陈志高的来往多了起来 1931年6月13日下午 两人像往常一样在咖啡馆里闲谈 正准备晚上一起去看电影 这时候突然来了一个人 打破了这种闲情意志 这个人是法国寻补房的翻译 叫曹炳生 是陈志高的老同学 两人一见面就非常热情 互老家常 陈志高就试探性地问问曹炳生 最近寻补房有什么动静吧 曹炳生说 南京政府派人来抓了个共产党的头头 湖北人六十来岁 香了一口金牙 只有九个手指头 说者无意 听者有心 黄木兰一边面不改色地喝咖啡 一边紧张地琢磨此人到底是谁 突然一个符合描述特点的人物 闯进了他的脑海里 这个人很可能是政治局主席向中发 这个人要是叛变就不得了了 黄木兰心急如粉 但一直忍到曹离开之后 他以头痛为由 请陈送他回家 短短两小时之内 这个消息便由黄木兰传给了潘汉年 再由潘汉年传给了康生 最后由康生传给了周恩来 周恩来迅速组织中央的李富春 蔡畅等人转移 果然当天晚上 向中发带着寻补房的人 直接用钥匙开门 闯进了周恩来转移前的住所 黄木兰立下的这件奇功 给周恩来留下了深刻印象 他后来约见黄木兰 表扬了他的灵活激情 并嘱咐他和陈志高保持好关系 做他幕后参谋 而事实上因为工作关系 黄木兰和陈志高的关系 也渐渐发生了变化 1933年我回到上海 志高正是向我求爱 我因为一直惦记着 贺昌能把我接到苏去 所以没有答应 原来在中央机关工作时 黄木兰遇见了 在武汉时就认识的贺昌 贺昌在中共六大上 和关向印同时当选为中央委员 日久生情 黄木兰开始了他的第三段婚姻 有一天他直率地问我 木兰同志 你看我是否有可能和西眼同志一样 和你结为革命伴侣呢 我点了点头说 这事容我向组织上汇报请示后 再来决定如何 他说是应该如此慎重对待 我等待着你的答复 此事我反复考虑之后 向周恩来同志汇报了 恩来说 很好 贺昌同志是值得你爱的 我同意你们结合 就这样 我们经组织上的批准 也没举行什么结婚仪式 就在旅馆里共同生活了 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有人都不划举行 是的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我们想促成这门婚事 他们代表党组织认为 志高是我们在上海 营救其他同志的重要关系 如果我能和他组成家庭 会掩护自己 同时也能更好地开展工作 我虽放不下对贺昌的情谊 也只好同意了这桩特殊的婚姻 1935年5月 我和志高在上海中华学议社 举行了盛大的婚礼 我后来才知道 贺昌在这一年的三月 遭遇国民党伏击 已经牺牲了 黄木兰与陈志高结婚以后 1933年奉命托党 以民主人士的面目出现和活动 先后以银行家 慈善家 国民党特派员等特殊身份 为中共工作 参与了全国冤狱赔偿运动 营救七君子出狱 打通中共海陆交通线 香港文化名人大撤退等重大行动 其间再次遭受国民党的牢狱之灾 新中国成立后 黄木兰和陈志高 未能得到政府的妥善安置 陈志高决定离开大陆 黄木兰则坚持带着几个孩子 等待新中国给他一个定论 黄木兰说 我天真的以为十年后 他就会回来的 那时候台湾也解放了 没想到这一别竟是永别 1988年 陈志高在台北病逝 黄木兰现居杭州 由两名保姆照顾他的起居 他仍保持着阅读与写作的习惯 偶尔打打麻将 今年7月9日 黄木兰老人在杭州 度过了107岁的生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